隐居的生活 谁让你比别人更敏锐 更多情 就得到了更多的悲哀思琴 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疑惑了 我讲完了 我的梦中德剧 用了很多李商隐的诗 但是我虽然用了很多 李商隐诗的句子 其实我的诗里边 所表现的意境 跟李商隐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我认为 我后来曾经写过一首诗 我说我用李商隐的诗 但是反其意 我把李商隐的意思是反过去来用的 就是我有了改变 我是怎么样改变的 那李商隐又是为什么没有改变 其实不管是改变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就在我当年 就在我当年用李商隐诗的时候 如果大家仔细地注意一下 就会发现 我用的虽然是他的句子 可是跟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转变了 我把李商隐的那种悲哀的 失落的 没有盼望的 充满了哀愁忧怨的感情 把他转变了 我是怎么样把他转变的 而且我并没有 说有心用意要把他转变 他是自然就转变了 那么我现在先不说我怎么样转变 我先说这个李商隐 为什么不能够转变 为什么没有转变 为什么我能够转变了 为什么他没有能够转变 这中间我跟他有很多的差别 有时代有个人 有遭遇的多方面的运素 中国的读书人 诗人 男子 天生来注定了一个命运 就是什么 古人说 这个学而优则事 学而优则事的时候 说你要读书夺得好 学而优则事 这个事是读书人就是事 这个事是读书 所以读书读得好的人 你的目的在试书 在做官 所以你看中国古人所讲的修养 是修其制平 修身其家 治果平天下 这是中国给古代的这个世人 制定的一个人生的途径 而你要求是 学而优则事 你要求是 你要求是没有一个 别的路 就是你去科考 科考你要知道 杜佛就没有考上 李商隐是考到第三次 才考上 所以李白了不起 李白说我不考 等皇帝来请我 皇帝果然请了他 这是李白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一般人都要等着人可考 但是李白虽然等到皇帝去请他 为什么中国所有的读书人 都特别羡慕刘备跟诸葛亮的故事 这所有读书人都羡慕诸葛亮 诸葛亮说 刘备说是先帝 三顾成于草炉之中 自称于当事之事 犹是感激于随其先帝 欲去之刘璇得三顾茅庐 诸葛亮高卧不起 把刘玄德动在外边 不理他 而刘玄德来了三次 一个在上位的君主 这样诚恳的低胜下气 来求他出山 中国所有的读书的世人 梦想的都是这样人 为什么没有一个刘备来求我呢 所以他们只好去考试 而这些考试就往往 就是考不中 考不中怎么办呢 唐朝就有一个办法 很有名的一个办法 叫行卷 卷就是你写的作品 这个卷子 行就是你到处去推销 不是行销行销 现在还说行销吗 这个行就是行销 所以我写了几篇好文章 我把我的文章都整理出来 写出来 就找到那达官贵人的那里 送你一卷 我的卷子 送他一卷 这是我的作品 就是行销 你要知道 谁做了这些行销的事情 李商银 当然就做了这些行销的事情 李商银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行销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就要讲回来 那么追求这个释坏 每个人都有所追求 这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必经之路 可是李商银 在求是的路途上 他感受的压力就特别大 所以我们说 要讲一个诗人 说送其诗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事也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 李商银为什么不能改变 我们要从知人论事的角度 讲李商银为什么不能改变 李商银生在唐朝什么时代 李商银生在中唐以后 他是经过 宪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他是生在宪宗的时代 死在宪宗的时代 先说这个时代 在中唐以后 当时这个宦官得势 皇帝的生杀 让你活 还是叫你死 立废 立你做皇帝 还是把你废除 这生杀废力的大权 都操纵在宦官的手里 宪宗在唐朝 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 在宪宗的时代 曾经办了一件大事 就是说他曾经平定了 这个怀采的节度史之乱 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 可是宪宗最后怎么死的 历史上说宪宗皇帝 一席暴族 一天晚上欢进就死了 传说 于是外面就传说 传说为宦官所逝 就是被宦官给杀死了 所以宪宗以后的墓宗 就是宦官所立的 宪宗是被宦官杀死的 宪宗后边的继位的墓宗 就是被宦官所立的 那静宗立的时候呢 年少还很小 宦官喜欢立小皇帝 因为小皇帝就在他们掌握之中 当时唐朝流行一种运动 就是马球 你也看到打着棍子什么 踢马这样的球 他这个年少的皇帝 他沉醉于这种游戏之中 所以他在外不过两年 有一天晚上回来 也被宦官给杀死了 文宗 就是宪宗 墓宗 静宗 然后是文宗 文宗是这些皇帝里边 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 他很希望能够诸除 就是杀死 除这些个得势的 掌权的宦官 所以他曾经跟外边的大臣 一个叫李迅 一个叫郑柱 就谋诸 他们就计划 谋诸宦官 就想把宦官杀死 所以有一天 他们就埋伏了一些一个兵士 在一个宫殿的帐幕之后 然后他们就来报告皇帝 说那个庭院之中 石榴树上有甘露 这是中国古代传说的 一种吉祥 一种祥瑞的表示 说石榴树上有甘露 请皇帝去看 因为那个时候皇帝 永远被这些个大臣 被这些个宦官所包围 所以他想请皇帝去 那宦官就也去 他就在那个宫殿的一个 大的帐幕的后边 就埋伏了很多武士 想宦官来了 就可以把宦官抓住杀死 当然宦官也很聪明了 他要有些什么行动的时候 他就先叫小宦官 去探望一番 叫小宦公 说在什么什么殿中有甘露 你们先到殿里面去看一看 看那个石榴树上 有没有甘露 那些小太监就去了 小太监就去到那里去的时候 天宫不作美 所以一阵风过 就把帐幕吹起来了 这小太监就看着背后藏着 都是拿着兵甲的武士 就回来报告了这个大宦官 大宦官听了就知道 是要杀他们了 所以宦官大怒 不但是把李逊郑柱抓来 梁丹石的宰相王牙 满朝的文武大臣 几百人 还且株连了眷属 就杀死了很多 非常多的人 这是一次在唐朝历史上的重要的事变 就叫甘露之变 关于这个甘露之变 发生的时候 李商隐多大呢 历史上记载 这个甘露之变 发生在太和九年 这个字历史上 一直有一个争议 说这究竟念大和 还是太和 我的意思是念太和 因为大字是古通太字的 大字与太字 古文相通 这个年号是太和 太和九年 所以在太和九年 发生的这个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 发生甘露之变的时候 李商隐多大 李商隐是24岁 国家有了这么大的国变 李商隐写了一首诗 那么李商隐 我们现在还要 讲了这个时代的背景 我们就要回来讲李商隐 所以现在我们就配合着 结合着时代的背景 来看李商隐的几首诗 我们按照时代先后 先看李商隐的第一首诗 《五体》一首五颜诗 《拔岁偷照镜》 唱美意义能化 这首诗 根据李商隐诗的编年 说是这是在静宗保利二年写的 当时李商隐大概是17岁 我们讲到李商隐17岁还不够 我们要讲一讲李商隐的生平 李商隐姓李 这李商隐说 他们家跟唐朝 唐朝是李唐嘛 李渊 李世民 是唐朝 他们跟唐朝是本家 都是西凉的 这个五号王的浩旦 所以他本来是龙肿 是皇族 所以后来李商隐写他的小儿子 还说 寄人 寄人龙肿兽 李商隐总在外边 就是 给人家做秘书 他的儿子 妻子都寄居在他 娘家 所以寄人龙肿兽 说他是龙肿 他们李家是跟李唐 王氏 本来是一家 但是虽然谁说祖先是一家 但是李的后来的 后代的知足 各有不同的生活 各有不同的遭遇 在李商隐的时代 从他的祖父 他的父亲 到他 从他的曾祖开始 曾祖 祖父 是 三世 就是三代 三代孤品 就是说 他的曾祖父 很早就死了 留下的是孤儿 无父曰孤 男孩子 父亲死了 就叫孤 叫孤儿 然后他祖父 又是很早死了 剩下他父亲 是孤儿 他父亲 李商隐的父亲 很早也就死了 李商隐差不多八九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死了 李商隐曾经 有两个姐姐 有两个姐姐 出嫁以后 都很不得意 一个姐姐 出嫁以后 就遭遇 很悲惨 很早就死了 一个姐姐 出嫁以后 没有子女 也很早就死了 所以李商隐 有纪念 他姐姐的文章 里边写到他自己 他说我年访舅父 我的年岁 正当 方式正当 舅父 是跟老师读书的时候 我刚刚长到八九岁 我正在应该跟老师读书的时候 年访舅父 家难悬真 我们家里边的灾难 悬是很快 真是来到 我八九岁要读书的时候 我们家里边 就很快地遭遇到灾难 什么灾难 他父亲 他父亲死在外地 他们是河南人 他父亲在江南做官 就死在外地了 那么 他是李家最大的男孩子 那些个姐姐是女孩子 所以他是男孩子 所以一切的责任 都落在男孩子的身上 所以就供奉 把语言单调 供 我就要亲子 虽然是八九岁的男孩子 但是他现在是一家之主了 男子为一家之主 没有父亲 这个儿子就是一家之主了 所以他说 我就亲自 奉 就是奉成 板于我父亲的棺材 古人还没有什么 不讲什么火葬 你要把棺材 棺材也不能埋在外地 棺材要运糊到祖先的家乡 去埋葬 所以我就亲自 奉板于 就携带着我父亲的棺材 引单跳 就是我们古人说 一个引魂帆 一个像小旗子一样 打着这个帆的 所以是男孩子 就供奉 板于 以引 胆跳 他说 那个是话 他们是河南人 可是跟他父亲 离乡在外 在江南 做官 现在他父亲死了 他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 把父亲的棺材 运回去 运回去 离开 离开家很久了 家乡没有住处了 四海无可归之地 九族无可归之地 四海之内 我归向何方 九族 父族母族七族 这是九族 父亲的父族母族七族 没有一个 我真正可以依靠的亲人 我在1948年结婚 1949年生下我的女儿 四个月 我先生被关起来了 第二年 我的女儿没有周岁 我也被关起来了 我本来教书 你被关起来 就算你被放出来 没有工作就没有宿舍 没有宿舍就没有薪水 我那时候可以说 也是四海无可归之地 九族无可归之情 大陆跟台湾 已经断绝了 我的亲人都在大陆 那么台湾 就是四海无可归之地 九族无可归之地 不过我姓儿 我先生有个姐姐 我就到我先生的姐姐家里 到他们家里的走廊上去打地铺 带着我吃奶的孩子 这是我毕竟是成人了 结了婚 带着我的女儿 去在人家里打地铺 而李商隐呢 是个九岁的男生 九族无可归之情 所以经过了很久的时间 古人说父母之丧要有三年 三年之内你还不许出来工作 也不许出来交往 你要闭门守丧守孝 可是他说 我把我父亲的官墓埋葬以后 我变同仆鹤 什么叫仆鹤 仆是被抓拿的人 鹤是每天惊慌的 因为我没有户记 这生人穷困 是文件所无 是人生在世 遭遇到困苦 那种穷困 可以说是我们平常文件 没有看见过的 就是这么贫苦 无依无靠的生活 这衣裳外除 只干世界 你还不是说你刚刚 你就是受苦就好了 男孩子 你作为一个长子 你有养家的责任 你不能只在那里受苦 这衣裳外除 就把伤福脱掉了 守校的时候应该穿伤服了 你把伤服脱掉了以后 纸干 纸是美好的 干是甜蜜的 代表好吃的东西 纸干 说是子女奉养父母 要把最美好的东西 奉养父母 他前面还有母亲 父亲死了 奉养母亲是她的责任 所以伤福除掉了 三年守伤的时候 不许工作 不许找工作 把伤福脱掉了 三年期满 我马上要找工作 养活我母亲 跟全家 所以衣裳外除 至干实际 怎么样 乃战属东殿 我们就满 就是 勉强 找到一个户记 就登 就登记 就把我们的名字 住在东殿 东殿 就是东都的乡下 东都就是洛阳 东都洛阳的乡下 他是河南人 所以 你要知道 李商也是河南人 杜甫也是河南人 所以这河南人很光荣 有这么多好的世人 就住在河南了 那他找个工作 找什么工作 一个没有功名的 没有考过科举 还不说考上考不上 考都没有考过的 这么一个小孩子 他能够找什么工作 来养家 用术范春 这就是他的生活 庸是被雇佣 被人家雇去 做什么 书抄写 因为当时唐朝没有印刷 所有的一切的书记 公文 都要人抄写 所以他就做一个抄写工 做抄写工 不能养家不够 就饭 就卖 卖劳力 卖劳力 就是冲 就是冲米 那些骨啊 你要把那个骨壳 捣碎 所以李商隐 小的时候 所以你要知道 时代 是刚才晚唐的时代 那国家里边的宦官 专权 那藩镇的跋扈 天子皇帝的 声煞费力 都出于宦官 这是时代的政治背景 他自己个人的家庭背景 是这样的孤苦伶仃的 所以用术范春 所以凡是这样出身的人 在中国的文学的历史上 记载着 这些个男生 都是特别刻苦 特别奋发 除了李商隐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大家也就是柳宗元 柳宗元的祖先 曾经做过 很高的官在唐朝 后来因为武则天的时代 他不肯复合武士的政权 所以他们柳家 就中途衰落了 衰落下来 后来柳宗元出生了 从小就很有才华 所以众位 六世有子也 所以大家看到柳宗元 就每个人都说 众位 大家都说 众位 六世有子也 这是为什么中国这么重视 生男孩子 而且父母对于男孩子 寄给这么大的希望 要让他光肿越足 尤其是以前有过光荣的历史 而中间衰落的家庭 就更盼望有一个好的男子 振兴他们的家族 这是李尚寅 精神感情上 所有的负担都在那里 所以李尚寅刻苦读书 而读书读得非常好 能以古文 他本来是写古文 以古文出诸宫间 就在那些老先生面前 他的古文是被大家所赞美的 那么古文是相对什么文而言的呢 不是金文 古文是相对的便文而言的 便是两个马并行 所以就是便偶 就是对句的 像王博的藤王格序 落下于孤雾齐飞 秋水共昌天一策 就是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漂亮 都是对偶的句子 所以古文是跟片文相对的 当时唐朝流行的是片文 不只是王博写藤王格序的序文 是写片文 而当时唐朝的风纪 写章奏 写公文 都要写出对偶的句子来 可是李尚寅最初 所写的是古文 是一古文章章空间 据说历史上记载 这是李尚寅自己说 他说他写过什么呢 就是财论还圣论 你怎么样 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圣者 使自己的脾性达到一个圣的境界 做的财论和圣论 这就不是普通一般人 读书人的所追求的 这是真正有思想有理想的 要追求人生基本的价值意义和目的的人 所思索的问题 人的财 你的禀赋是天生来的 你怎么样完成你的财 这个在你自己 你禀赋的虽然不同 但是完成的力量是在你那里 而你所要追求的 你是不是 如同水至旧下 就随波驻流了 你还是能够持守你自己 能够让它向上 你是成圣或者成鱼 这个在你自己 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不但中国的这些责任 这些财子讨论这个事情 圣经上说 虽然耶稣是救主 你信他就可以得救 但是一定像你 你敲门我就给你开门 你不敲门 我永远不会给你开门 是你求你就得到 你不求你就不得到 一个人要向上还是向下 你走上哪一条道路 在己不在人 所以李尚隐最初本来写的是 这样的财论圣论 他有他一个人生上的 完成自己的追求 可是有谁理你呢 有谁用你呢 而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人 影响李尚隐一生 非常大的一个人 就是令狐楚 镇守河阳 河南的地方 在朝廷做过大官的令狐楚 到河南来做地方官了 李尚隐是河南人呢 所以李尚隐就把他 平常写的诗文 就拿给令狐楚 这个中国刚才我们说过 这唐朝人要行卷了 要把你的这些文章 这个卷子行 要在那些权贵之间流传 行卷令狐楚 一看就非常的高兴 就说这个年轻人 太有才华了 就叫李尚隐到他的墓下来 说你写这样的文章 当不了官 你要想出来做官 你要学流行的文笔 流行的是什么 片文 刚才我说唐朝当时是 流行是片文嘛 所以就叫他写片文 到现在李尚隐除了他的诗集 还偶然流露他的感情跟性灵以外 李尚隐也留下了两卷文集 叫梵南文集 有甲乙两侧 你打开看什么 都是片文 都是片文是什么 不是我自己写的文章 是给人家做秘书 提那些官长写的 应酬的文字 所以每当我看到 李尚隐的 梵南文集 我就非常替李尚隐悲哀 这么好的才华 这么好的文笔 每天去给那些长官 写这种无聊的文字 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之中 有一种习惯 就是常常用这个男女来表示君臣 用婚姻来表示示患 中国古人讲道德 都讲三纲五常 当然人意理直信 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遵守的常法 所以叫做五常 三纲五常 常就是我们日用生活 必须遵守的常法 就是五常是人 人意理直信 那么什么是三纲呢 三纲是指三种重要的人际关系 就是君为陈纲 这是君为陈纲 父为子纲 父为七纲 就是做君主的是做臣子的主人 做父亲的是儿子的主人 做丈夫是妻子的主人 所以君臣就相当于男女的关系 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 读书人 就常常用男女的这种爱情关系 来暗喻 暗中来比喻 来暗喻君臣 李上尹的吴提诗写了很多很多的吴提诗 吴提诗不是完全都讲的是爱情 很多人以为李上尹的吴提诗 什么相见识难别义难 肯定都是说的是爱情 其实不完全是如此的 里边有的是爱情 有的不是爱情 最早李上尹写的这一首吴提诗 是在静宗保丽二年 西元的八二六年 那一年李上尹只有十七岁 他写的是什么 写了一个女孩子 他说八岁偷照镜 常美义能化 十岁去踏青 芙蓉做群差 十二学谈征 银甲不成下 十四藏六亲 炫之于未嫁 十五七春分 就背面就见下 他完全写的是一个女孩子 他说这个女孩子 从八岁就知道爱美了 当然了 爱美是女子之天性 他说八岁就偷偷地照镜子 因为他母亲还不许他照镜子 母亲说你现在还没有到化妆的年龄了 涂涂抹抹的干什么 母亲不许 但是八岁的女孩子自己就偷偷地照镜子 不但偷偷照镜子就学着画眉毛 而且他说是长眉 画出那么修长的眉毛 已能画 已经能够画出这么长的眉毛来了 这说的不是一个现实的女孩子 这种爱美和要好 它是用女子的爱美要好 比喻男子的才智的美好的要好 就是男子的才智 女子的容颜 女子的容颜 比喻了男子的才智 所以八岁偷照镜就唱美一能画 你要得到人的欣赏你 你要希望国家能够任用你 你自己要努力充实你自己 你自己什么都不干 每天游手好闲 整天说没有人了解我 没有人任用我 那你就活该 因为谁让你自己不努力呢 他说我八岁偷照镜 唱美一能画 十岁去踏青 芙蓉做蠢诈 我十岁的时候我出去踏青 踏青是春天年轻的少男少女 都出去踏青 踏青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有愈合 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所喜爱的对象 或者伴侣 所以我打扮得很漂亮的出去的 我十岁去踏青 踏青的时候 我的裙子的叉 裙子的下摆 分叉的地方 绣的都是芙蓉画 十岁去踏青 芙蓉做裙叉 我不但是外表追求容貌 衣饰的美 而且我要有才能的美 所以十二学谈针 十二岁我就学习谈针 谈针的时候都是用指甲来 但是你用指甲来弹 你的指甲就断掉了 所以古人才能戴一个套子 指甲戴上一个套 一个银的指甲的套来弹 所以我学谈针的时候 十二学谈针 银甲就不曾下 这个就是卸下来 我就不摘下来 那时候我整天都在学习谈针 所以我准备好了我自己 有这么美好的容颜 有这么美好的才能 有这么努力的学习 谁知道呢 十四藏六亲 宣之游位将 国人说这个男女 这个瘦瘦不亲 等到十四五岁 就不可以男女杂储了 所以十四就六亲 除了见你自己的父母兄弟以外 外在的亲戚 男孩子你不可以再去见了 所以十四藏六亲 悬之游位价 那么我们就悬之 就外边的人猜想 遥远的听说 听说这个女孩子 容貌也美丽 才能也很好 可是还没找到主呢 还没有 还没有嫁呢 十五七寸坟 就背面 七五前下 古人说 男子生儿愿为之有 是女子生儿愿为之有家 而古代的女子十五岁 就是结婚的年龄了 十五岁叫做吉祭 就是头发不再像小孩这样 披散下来 要盘起来 插一个 把它盘上来 可是他还没有找到对象 所以十五岁 当他打秋千的时候 就背着面 在秋千架下 就流下泪来了 这是李商隐 李商隐急语 你可以看他急语 他急于想遇到一个 知赏他的人 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 好的工作的一个机会 表现他自己才能的机会 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 就我们就看下面一首 真的是像诗名一样的 就是烟台四首 烟台四首一共四首诗 那我们要讲的是太多 所以四首诗里面 我只选择了一首 就是烟台四首的第一首 是春 哪一年写的呢 根据李商隐诗的编年 是唐文宗 这个大字要念太 古代的大字通太 太和九年 我们刚才说太和九年 就发生了甘露事变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 甘露事变还没有发生 甘露事变是十一月 是太和九年十一月 发生的甘露事变 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 可是那个时候 虽然甘露事变的变故 还没有发生 可是那个时候 宦官之专权 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一个有理想的 有才干的 他当然觉得是 国家是很不幸的 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历史上记载了一段故事 皇帝 皇帝 他是生来 他是上一个皇帝的儿子 所以他就可以当上第二个皇帝 并不是按照才能选出来的 像晋朝的晋慧帝 根本是个白痴 就因为他是上一个皇上的儿子 他就当了皇帝了 所以这个皇帝不一定都是有出息的 不一定都是有才干的 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很好的皇帝 所以李商寅眼看到 他就是我们说 他生在县宗的时代 他经过墓宗了 经过境宗了 经过现在到了文宗了 他眼看到他前面的皇帝 有的被宦官杀死了 有的是被宦官所永立的 有的被宦官永立完了 他又被宦官杀死了 而且当时的唐朝 外边 翻阵跋扈 外边是翻阵跋扈 里边呢 是大臣的党政 而李商寅现在还没有考上 科举还没有考上 就写了四首烟台诗 我们现在只念第一首 你要注意到我念的时候 凡是入生字 我都读成短促的字声 风光阳染染东西一末 几日叫混寻不得 密放语刻泪芳心 野夜唱跳变相是 暖矮会指桃树戏 我刚才为什么停了一下子呢 这首诗 是七言古诗 诗有绝句 有绿诗 绝句是四句一首诗 绿诗是八句一首诗 古诗是不限句数的 所以是一首古诗的长诗 而且不只是一首 它是一组 春夏秋冬一组 这是我们所说的组诗 组诗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像三国魏晋之间 阮吉曾经写了银九诗 有八十几首呢 晋朝的陶渊明也写过银九诗 有二十首有这么长 李商隐呢 这一组是四首 而且标题标得很清楚 是春夏秋冬 在中国的习惯 凡是标春夏秋冬的 都是表示 雄环不断绝的 好 是凤广冉冉冻写一波 我们还说 他古诗是长篇的 长篇的里边幻孕 绝句不幻孕 打起黄英尔墨胶之上 提提示惊切梦不得到疗心 他不幻孕 律诗相见诗难别一难 东风五里百花塞 也不幻孕 可是古诗是长篇 所以长篇是幻孕的 幻孕都要感到双数的句子 双数的句子才幻孕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 读长篇的古诗 他有一个停顿 是他幻孕 而且你要注意到评字 古诗也有评字 凡是入生字 我们现在普通话 把它念称平生的都不可以 你要把入生字 一定应该读成入生 可是我们北方人不会说入生 比如我姓耶 我说耶 广东人是YIP YIP 他是 我们不会说广东话的正确的入生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入生字 要读成作生 这是一个读诵的原则 凤广冉染染东西一末 几日叫唤 寻不得 这是押韵的 秘访 于克 类方先 第三句不押韵 爷爷唱条 便向神 狮子时如生 暖矮 挥齿 桃树 兮 告还 立功 桃桓其 凶隆 此饭 要何许 许乱四反 是天意迷 再换了一个云 再换一个云 醉其喂养 若出树 应连梦断 文残雨 抽井 铁网 卷珊瑚 海阔 天款 迷处 一代 无情 又宽 这 春言 自闭 秋爽 不 燕旦 波士 天不知 远得 天老 所远破 驾罗 伟家 丹宵起 相机 冷衬 正正配 今日 洞峰 自布山 化作 幼广 入西海 这是第一首诗 关于这首诗 这有一个故事 关于这个烟台四首 有一个故事 说柳枝 落种 李娘也 柳枝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是洛阳城里边 一个街巷之中住的女孩子 富饶 好古 他父亲很有钱 是做生意的 风波 是湖上 因为出不外 在做生意 遇到风浪 所以他父亲 商人死在外边了 其母不念托儿子 都念柳枝 他母亲所关心的 不关心他别的小孩 就特别关心这个柳枝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柳枝呢 他说了 于这个柳枝 年十七 他已经 有十七岁那么大了 可是呢 涂装晚 即未尝尽 他化妆的时候 他梳头的时候 他化妆不化完 梳头也不梳整齐 涂装晚 即未尝尽 以赴且去 他坐在这里 这边瞄一瞄 那边涂一涂 这边没往瞄 那边还没有瞄呢 他站起来走了 涂装晚 即未尝尽 以赴且去 而且他写了什么 吹叶 那个叶子 吹出生意来 脚蕊 拿个花瓣在水里面脚蕊 挑死烟管 他喜欢摆弄乐器 思乐 玄乐 管乐 他拉出了音乐 什么声音呢 做天风海涛之气 又以怨断之音 你现在要知道 这是李商隐 在描写这个女孩子 李商隐说 于纵捆让山 我的一个本家的兄弟 叫让山 比柳枝具为敬 他的住家 跟柳枝住家 很接近 拖日有那么一天 春是春天 曾阴 天上阴得很浓重的阴云 让山下马 柳枝难 柳下 用语言台诗 我想是这个让山 可能对这个女孩子 很有点兴趣 她们也是邻居嘛 这个有这样一个女孩子 所以这个让山 就下了马 就在柳枝他们家 南边的一个柳树底下 就背诵 永 就是吟唱 吟唱 吟唱什么呢 李商隐就吟唱 我的烟台诗 那柳枝就听见 这个让山吟诵这诗 柳枝经问 柳枝听了以后 非常的惊奇 就问 谁人有此 谁人为事 我认为这两句话 问得非常好 接连两句 问得非常急迫 问得非常重要 谁人有此 谁人有此 请 什么人 内心之中 有这样的思想跟情意 每一个人 内心的思想跟情意 是不一样 什么人有这么 精微细致的思想和感情 谁人有此 有思想感情 谁人为事 什么人能把思想感情 写出来 唯一是写出来 这么漂亮的诗篇 所以这女孩子 一听就动心了 是什么人 有这样的感情 什么人写出这样的诗 让山未约 他说 我的那个唐兄弟 让山就告诉他了 说词乎了一种少年 这就是我们本家 一块住的一个年轻人 柳枝受断 常代 结让山 为正属起事 女人 常常都是有腰带 一带健康 他们都有那腰带 所以柳枝 马上就把他 既裙着那个腰带 就 撕断了下来 一段 受断常代 结让山 就送给让山 跟他定一个盟约 所谓正属起事 你把我这个衣袋 送给那个年轻人 跟他为我要一首诗 这个让山回去了 就把这李山尹约出来了 所以明日 第二天 与毕马出骑巷 毕马两个人马并排 他跟让山兄弟 两个并排骑着马 就来到柳枝 所住的那个巷子 柳枝丫鬟 毕妆 暴力善下 这个柳枝平常 化妆从来不化完的 涂装晚计 未及 头也不说好 眉毛也不化完 可是今天听说李山来了 就打扮得特别整齐 输了两个抓紧 丫鬟 丫鬟 就是头上有这么两个的 这是没有结婚的 年轻的小女子的 输的妆 臂装 化妆化得非常好 丫鬟 臂装 暴力善下 就立在一个善的下的旁边 那时候恰好一阵风吹过 女孩子唱 把一个袖子飘起来 遮在她身上 这是李山描写见面的情景 纸约 就跟这让山直 说若熟 说就是这个年轻人吗 就是看见李山 说若熟是 你说的年轻人就是他吧 然后女孩子就接着说 说后三日 说三天以后 临当去建群水上 那个时候有一个风俗 春天三月三了什么的 女孩子都到水边 去沐浴啊 什么洗啊 就像那 现在泰国有什么泼水节啊 就是这种样子 说我将去建群水上 我 我 以泼山香 带 泼山是香炉 你看见博物院里边 有一个铜的炉 那个盖子是尖起来的 像个山的样子 那叫泼山香炉 他说我要准备一炉 好好的 最好的泼山香 我要准备这个泼山香 香炉 我烧好一炉香 等着你来 与郎俱过 希望你们两个一起过来 于诺之 李山云说我也答应他 可是会 就是恰好 所有 我有一个朋友 恰好我有一个朋友 邪 有邪当一经师者 恰好我跟一个朋友 有了一个约会 他约我一起到京城去赶考 而且戏道于卧庄已先 而且有朋友开玩笑 就说你们要约会 我把你的行李拿走了 你不要约会 你跟我走吧 所以就把李山云的 这个行李拿走了 行李拿走了 所以他不果留 他也不能留下 他就跟着朋友到金师去了 他到了金师 这春天已经过了 到了冬天了 雪中下了大雪 让山之 他那个堂地让山来了 说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了 且约 她的堂地让山 告诉他 说为洞诸侯去 说那个女孩子 把东方一个 诸侯者 就是一个有军权的人 有地位的人 把这个女孩子取走了 明年 第二年 让山 复东 这让山就离开长安 要再回到洛阳去了 向背与系上 背是别 告别 背就是告别 他说我就跟让山 告别 系 系是一条水的名字 陕西附近条水 我们就先别 在这个戏上 云御诗 以默契故处 说我就要写一首诗 叫让山 把她提在 这个女孩子 从前住家的门前 这个女孩子不见了 她虽然对李尚隐 很有感情 但是李尚隐走了 没有能够 见约她的约会 她被别人取走了 所以李尚隐就写了诗 叫她的这个堂弟 写在柳之的那个 家门的那边 提在那里 好 这一首诗 谁说起来 是这么美的一首诗 被人家吟诵 能够打动一个女子的心 说谁能有此 谁能为事 那么她写的是什么呢 愤光然然动心末 不知道她写些什么 我们先看诗 李尚隐写得非常好 你说那万子千红 那都非常落实 你看是风光 风是流动的 春天的时候 那个天上的天光云影 云彩也在飞 风也在吹 那个光影都在动荡 冉冉 就是那个天光云影 慢慢地流荡 风光是冬 喜末 无论是东边的小路 无论是西边的小路 满山遍野 都是冲光的流动 在这样的春天 她说我要找一个人 揪魂 不只是一个美人 美人也许只是形体 也许也 就是说 精神 或者心思 或者感情 她又没有那种 绵淼幽深的 精微 细致的感情呢 那只是一个 美貌的容颜 可是她说的不是 是个交魂 是一种心魂 一种心灵 一种精神 那样娇美的那个交魂 她说 我就是要找这样一个交魂 我找了好几天了 没有找到 在这么凤广染染的东西 莫我要找这个交魂 找了几天 其实交魂就宣布的 她说 我寻找这个交魂的心像什么呢 秘坊 于克 类芳心 也也唱条 变相是 秘坊 就是花的 那个花心 就是秘坊 花 就是那个蜂蜜 在花心采蜜 这个秘坊 于克 于克就是采蜜的 那个秘蜂 蜜蜂有两个翅膀 所以是秘坑 她说 那个采蜜蜂的 不是采 那个采花的那只蜜蜂 就像我 追寻这个交魂的方心 是一样的 秘坊 秘坊 就是在秘坊之中 采蜜的 那个宇克的方心 就像我追寻 交魂的心事一样 比方 宇克 类方心 野叶 唱条 是变相 是 每一片叶子 每一片枝条 它有形容词 野叶 最美的叶子 唱条 最茂盛的 常常展开的唱条 我在每一片 美丽的叶子 每一片柔软的枝条 我都飞过来 因为我要寻找 我要寻找那个交魂 所以野叶唱条 变相是 我寻来寻去 我把它都寻变了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 说暖矮会持 桃树兮 告还 就离过桃桓起 然后我就在黄昏的 傍晚的时候 那个春天嘛 温暖的 那个光影 矮 那日光的光影 灰 它那个光影的光辉 迟迟的照在桃树的西边 落日的时候 落日西斜 那温暖的春天的日光 照在西边的桃树上 能爱西斜 桃树 我就仿佛看见那个女子了 什么样的一个女子 告还 是离共桃桓起 那个女子头上 盘得很高的一个高级 这女子的头发 梳成什么样子 可以梳成各种不同的样子 刚才我说压级 一遍一个 这个是压级 也可以是 堕 堕玛级 斜在旁边的 又可以是盘起来 立在头上 高 是高缓 高级 一般说起来 高级 代表一种庄严 代表一种高贵 这个堕玛 代表一种风流 代表一种随意 丫鬟 代表一种天真 就是不同的发型 不同的发型 就是不同年龄的 不同身份的女子 不同感情的女子 这个女子 她说是高桓 高桓的女子 站在那里 高桓 离共桃桓起 那个桃树上有花 我就想象 那桃树的红色的花朵 就像这个女孩子 高桓上 她的花朵是一样的 真有这个女孩子吗 没有的 这是诗人幻想之中 所想象的 我就好像 看见那个女子 她梳着高桓 就跟那个桃树的 红色的桃花 并排站在那里 可是两个人没有见面 她没有找到这个女子 天下最幸福的事情 最美好的事情 但是男女能够 相合在一起 但是她说没有 熊龙 雌凤要何许 熊跟雌 是一对配偶 龙跟凤 是一对配偶 如果有熊龙 就应该有雌凤 这世界才是美好的 才是圆满的 可是现在 不只是没有熊龙 也没有见到雌凤 那些美好的 应该得逞配偶的 没有熊龙 雌凤要何许 我们要找寻的队友 这个对象 配偶 没有找见 在你失落的时候 在熊龙没有找到雌凤 雌凤没有找到熊龙 而且熊龙 雌凤都不存在了 你就发现 续乱死犯 满天的柳絮飞舞 到处的游死飘荡 续乱死犯 天意迷乱 连天也迷乱了 古人说的 天若有情 是天意老 我追寻 我追寻没有得到 我只是满心的 惆怅和迷惘 醉气未养 若出树 应恋梦断 闻残雨 于是我就跑去 睡了一觉 我喝了酒 等到我睡醒了 酒醒了 那个时候 落日熄斜了 那种微微的阳光 照在西窗上 我恍惚之间 本来是熄斜的 落日的阳光 我误会了 好像是杠杠破晓的阳光 我的神魂颠倒 我的情意迷乱 谁醉气未养 若出树 隐连梦断 闻残雨 就在这个 邪日的光影之下 在那连笼之上 我的梦已经醒了 我梦断 可是 我好像 就在 这个隐悦的日光 跟朦胧的帘子的光影之间 我好像听见 有人在跟我说话 人 是找不到了 人已经消失了 可是 我的耳边 好像还留着 他梦中的言语 抽奖 铁网 卷珊瑚 海阔 天阔 迷出无所 那我没有找到 这人 我终于没有找到 我梦醒了 我觉得帘子上 还留着他说的话 可是没有这个人 所以我就想 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我怎么找他呢 我就铁网 卷珊瑚 我就用那个海上的 那些个踩珊瑚的人办法 踩珊瑚的人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 踩珊瑚吗 据说 踩珊瑚的人 是用一大片铁网 铁丝织成的网 沉到那个珊瑚 有珊瑚的海底 这个珊瑚有很多枝样 珊瑚就会 从铁网的 一个一个的网眼之中 就增长出来 那个珊瑚是很僵硬的 它很多枝叉出来 那底下都是 从网中钻出来的 然后他们把这个 铁网绞上来 就把这个珊瑚 从海底拔出来 据说如此云云 所以他说 我找不到这个女子 我曾经 愿意变成一个蜜蜂 到处去寻找这个美女 我没有找到 我现在要下一个铁网 铁网下在海上 我将来把铁网绞出来 我希望卷 卷就把这个网 把这珊瑚找出来 抽奖铁网 建珊瑚 但是我把网 撒在哪里呢 哪个地方有珊瑚 哪个地方 是我应该把铁网下去的地方 海阔 天阔 迷处无所 这么广阔的海洋 这么辽阔的苍天 哪里 哪里是我下往的所在 海阔天阔 是迷处无所 于是在这种追寻 在这种不能得到的 失落和畅往之中 一带无情 又宽着 我的人就憔悴了 我的人就笑瘦了 衣服的带子是无情之物 所以你的衣袋宽了 他就告诉你宽了 他不会说隐藏不告诉你的 所以衣袋无情又宽着 春天过去了 秋天来了 春天的烟矮迷蒙 和这春天的碧绿的颜色 是美丽的 秋天的白露围霜 那霜的凄凉 那种白色 也是美丽的 我的等待 一日复一日的一年过去 春天也过去的 秋天也经过 我经过了春眼自闭 我也经过了秋爽自白 为什么说自闭自白呢 自是我自管自如此 春眼自管闭 他不管我李上瘾的感情是如何 秋爽尽管白 他也不管我李上瘾是如何 是春眼自闭 秋爽自爆 那我的追寻 我的追寻没有断 我把我的这种感情的心就像磨一块丹沙一样 我把那个丹沙都磨成粉了 我把我这种坚定的这种质疑 就像一块石头都剥 都打碎了 燕旦博士 我把我的一切都打碎了 奉献出来 我要追寻 我要得到 可是有人知道吗 有人理会吗 有人帮助我吗 所以燕旦博士是天不知啊 上天没有同情 上天没有了解 上天没有给我任何帮助 所以他说 远的天老 所怨破 我真是要把我的冤破 我这种追求不到的 含怨莫白的 这种魂魄 我要有一个安顿的所在 我把我这种失落的 迷惘的 追寻不到的冤魂 应该放在哪里 我就希望天上 天上有没有一个牢狱 中国服于想象 凡是人间有的 他天上都有 人间有厨房 天上有天厨 人上有牢狱 天上就有天牢 有天牢 所以我就愿意把我 这种最痛苦的 含怨莫白的魂魄 锁在那天上 就永远不得超生了 可是就在这种痛苦之中 春天真的走了 这首诗题目是春呢 是甲罗 尾切是单宵起 相机冷趁正整备 春天过去 夏天就来了 你春天说的是夹层的 罗音 春天呢 你要穿单层的那种 沙 是甲罗 尾 是抛弃了 就锁在箱子里 春天过去 把你的假衣服 放在箱子里收起来的 你开始要穿那 单薄的沙的衣服了 加罗 尾切丹小姐 你春天 整个的春天落空了 相机冷趁正整配 这个女孩子 她说的还 这个女孩子 相机冷趁正整配 人家说 夏天的时候 天气越热 这个女子的肌腑是凉的 所以她身上佩戴着 有那个配玉 她走过 你听到她真宗的 配玉的 环佩的声音 可是春天 你是留不住的 是今日冻粉 自不上 现在这春天 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春天没有力量了 春天没有力量 再把春天带回来 春天跑到哪里去了 化作 幽广 入西海 春光 那个 风光 冉冉冉东西末的春光 就变成了一缕 非常凄凉 一无暗的一道 一无光 就进到西海里边 永远的消失了 为什么要进到西海里边去 因为她说是东风 东风吹过的地方 当然是向西吹了 那你有这么多的忧愁和怨恨和相思 什么地方可以容纳 海里边才能够容纳 所以把我所有的相思 所有的爱怨 化作幽广 入西海 说的是什么 李上颖真的是诗迷 好 我们还有 我们参考一下别人说的 因为人家就猜了 这里上也是诗迷 迷语就要让人猜 写了这么一首美丽的诗 还打动了这个落钟李娘 下一次再看她到底说些什么